《富都青年》 男主角吴康仁也在《第六十节金马奖》 拉帮一起获得最佳男主角的殊荣 吴康仁 究竟一部聚焦在马来西亚无国籍人士的电影 如何能够在国际上获得那么多的观众 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当初在电影还未正式上映的时候 我已经对这部电影抱有高度的期待 毕竟这部电影的主演是吴康仁 相信大家近年来在《模仿泛》 《华灯初上》 我们与个的距离 《斯卡罗》等影集中都看见其登峰造极的演技 其在《金马六十入围》的15秒无台词片段 更是直接封神 再加上这是一部关于马来西亚的电影 导演王里林更是我喜爱的 迷失安迪以及分贝人生的兼职 竟然是如何购买假证件 申请公民权的艰辛 如何逃避警方的追捕 应对警察的盘问等面对的困境 除了这些社会议题的深刻探讨 演员的演技是成就这部电影的绝大因素 各个都演得入目三分 电影开场戏的警员 赏阿迪的一巴掌 足以描绘马来西亚警探的霸道行径 身份证的聋哑人士 其前期精准地呈现了 角色在复读工作的生活写实感 无论是电影一开始被无良摊贩老板欺负的开场戏 还是午餐为了省钱只吃面包的戏 其向观众展现的是一个刻苦耐劳 为生活打拼且凡事往好的方面想的人物刻画 虽然这一类的角色刻画 让电影前半段的剧情显得格外 弟弟和莫逆子子之间的家人羁绊 让人无比动容 三人在最高潮 吴康人将其一生所受到的委屈 以肢体语言 脸部表情 以及无声的呐喊表现出来 尤其是当阿邦尽全力说出我想死的台词时 我的心更是碎了一地 也是到了这个时候 我们才清楚明白阿邦是个怎样的角色 其并不是典型的好人角色 他只不过是终日将苦楚藏在心里 有苦难言的角色罢了 或许他活着的目的 就是为了看见阿迪拿到身份证 或许他老早就想要自杀 而不长进的弟弟 则是放不下的唯一牵挂 齐歇斯底里的演技表现 让观众感受到了一个小人物 长期在这个不见天日的角落 受尽欺辱的委屈 他们想要的只不过是一张 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公民证 他们想要的 只是能在这个社会得到同等的对待 这真的有那么难吗 这对我们来说 或许是随手可得的东西 但对他们而言 却是如此遥不可及 这整段我们称之为 无声地控诉的一场戏 也成功地让吴康人问顶金马影帝 再来 让我们聊聊 由陈泽耀饰演的阿迪 相信看完整部电影 大家最讨厌的或许就是阿迪这个角色 毕竟阿迪是导致整部电影 急转直下的关键人物 然而 如果大家细心观察 阿迪才是复读青年的真主角 他是推动这整部电影前进的卖高分 相较于阿邦 阿迪在电影里更能表达自己 对于无身份证人士 这个身份的想法 其违法贩卖假证件 不愿意面对自己的身世 拒绝社工佳恩的种种行为 都让这个角色变得更加立体 在观看复读青年之前 我曾设想陈泽耀的表现 会被吴康人的强烈光芒所掩盖 然而 事实并非如此 陈泽耀将阿迪的叛逆 以及不甘心向命运低头的性格 表现得淋漓精致 其对阿邦那种超越兄弟之间的情感 更是让人看得非常感动 两人在监狱里的道别戏 亦或是俗称的 最后一次互敲鸡蛋的戏份 更是让许多人崩溃大哭 弟弟的那一句台词 下次 我做哥哥保护你 更是造就了另一个经典 陈泽耀视野的阿迪 也在此刻完成了自己的角色曲线 那些说吴康人 斥掉陈泽耀戏份的评论 我并不同意 因为这两兄弟少掉其中一个人 整部电影就无法成立 最后 让我们来聊聊 复读青年里那宛如母亲的存在 莫逆姐姐 莫逆姐的饰演者 邓金黄饰演的是一名跨性别者 虽然电影当中没有提及 莫逆姐的背景故事 但是 我们却能透过邓金黄的表演 来了解莫逆姐 在这个社会的严峻处境 莫逆子子的背景故事 可能是这样的 一名受尽歧视的跨性别者 某天遇见了无依无靠的两兄弟 期间 他给了两兄弟所有的金钱资助 以及母爱 三人组织成一个小家庭 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与其说莫逆姐是两兄弟的救赎 不如说见证这两兄弟成长 才是莫逆姐人生的动力 邓金黄在一场访问中表示 自己已经用25年准备这个角色 邓金黄将其在25年间累积的人生经验 用于莫逆姐姐的角色塑造上 当中有一场戏 让我非常印象深刻 那就是莫逆姐在准备晚餐的一场戏 莫逆姐在厨房的手脚忙乱 以及下厨时的牢道模样 像寄了家里的母亲 其在饭桌上 对阿邦与阿迪的关心 更是表现出母性的光辉 接下来 邦成为有兄弟的感情 当阿迪知道 阿邦喜欢一名缅甸女子的时候 其向莫逆姐说了一句话 阿迪表面上是不想失去一个哥哥 但我认为其比较像是在吃醋 再来是阿迪在质问哥哥 是否喜欢缅甸女孩时 在床上翻滚的桥段 阿邦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 阿邦将阿迪抱住 抚摸着阿迪的头 结束了阿迪的冲动 这一段跳舞的情节 颇有王家卫春光乍蟹里 张国荣与梁朝伟 所营造的同志氛围 再加上当时的背景音乐 为陈泽要现实生活中的妻子 于美心所演唱的千言万语 更是让这整段戏充满失忆 其有种即使在宇宙毁灭前 我们能与彼此相拥 则此生足以的氛围 这首歌我们可以解读成 阿邦对阿迪的爱 即使是千言万语 也无法完整表达 而阿迪对阿邦的情 即使是千言万语 也无法清楚表达 那么 究竟这部片是否有探讨 同志议题的意图呢 导演在一次访问中表示 我其实没有刻意让 复读青年变成同志片 因为我真的相信 兄弟之间那种家人 对家人的爱 是可以如此浓厚的 当然 这部电影不全是优点 首先 电影的前半段与后半段 宛如两部电影 割裂感很重 其前半段注重在描写 无国籍人士的心酸 以及悲哀 后半段则是以一个 惊人的转折做收尾 当故事进展到某个意外发生时 电影院里的观众 非常一致地屏住了呼吸 再到第二个转折点时 观众们则惊叹连连 连我也不例外 这也表示 中后段的剧情转折 确实有达到 其应有的悲情效果 甚至 完整了阿迪的角色曲线 让阿迪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但是 看完电影的我 再回想 这个转折真的有那么必要吗 那么轻易地葬送一位好人 真的好吗 不仅如此 复读青年一开始所探讨的 无国籍人士 寻找身份认同的议题 也无法在电影的后半段 得以延续 实在可惜 简单来说 这部电影承在转折 也败在转折 再来是阿邦与缅甸妹之间的感情戏 严格来说 复读青年少了缅甸妹这个角色 也能够成立 他们两人的关系 只不过电影的一个支线 导演大可以将其删减 其反而能够利用这些时间 刻画由林轩宇所饰演的 社工的背景故事 以及行为动机 导演应该以社工的角度 描绘这个社会 对无国籍人士的不公不义 而不是将这个角色 当成一个 让所有观众大吃一惊的转折处 毕竟 社工这条故事线 与故事的主线相符 最后 导演想要探讨的议题太多了 以至于每个都无法讲得深刻 其想要探讨的议题有 马来西亚户籍制度 所衍生的问题 残疾人士 非法移工 跨性别人士等弱势群体 在马来西亚生活的困境 贫穷议题 关于生存与死亡的哲学议题等 我了解导演的用意是什么 但是 我还是认为 用一部电影的时间 来阐述一个或两个议题 是最好的选择 这样才不会让整部电影 所要阐述的主题失交 但是 无论如何 导演确实在 《复读青年》这部电影里 点出了许多社会问题 其更是带给我们 满满的爱与温暖 希望政府能看见 这些社会问题 并对症下药 以免这一类的悲剧发生 总的来说 这些缺点绝对是 瑕不掩瑜 《复读青年》 绝对是现今 马来西亚影视界的 骄傲之作 那就是或许这个世界 会带给你许多的 磨难与痛苦 但是唯有尽全力的 好好生活 才能迎来 生活的曙光 复读青年的推荐指数为 五颗星 以上就是今日的电影最热评 我是爱看电影的红哥 我们下部影片见